大象遊艇 嘿,我是三米 我們繼續畫我們的大象遊艇 正面看起來非常的像大象 可是這邊就有點不太像 好,那我現在能想到的 就是先幫他加個象牙 然後之後這邊再做一些其他的調整 開始做象牙吧 象牙我們就直接開一個新的來畫 正面好了 選擇正面 象牙我們先在旁邊畫好了 象牙這麼粗應該OK吧 象牙當然要長一點囉 長 先這樣 然後面數要不要多一點 面數好,算了不用 就這樣,OK 把它調到合適的位置 欸,我只有選到一個面啊 點兩下 才能全部選到喔 然後往內 象牙應該是根部,是從這裡 然後慢慢的往下 然後慢慢的往下 我們就一個環一個環的慢慢掉這樣 然後,欸 選到一個點了 這樣不對 我們要的是整條 我們要的是整條 這樣 然後最後 這樣 然後要縮小 慢慢的變尖銳嘛 所以說一點點點就好 好 然後 看起來有模有樣的啊 我們把這個洞也補起來 然後讓它變 應該有 應該有 嗯,好 這樣比較好一點 我要給它旋轉一下 好 整隻旋起來 來 有一點點角度 這樣好像 好像有點太多啊 好,這樣 然後一樣 做一樣的事情 內一點 內一點 又好像有點太多 那我們尾部的洞也給它補起來吧 這樣子 才會是一個 實體 這個就這樣就好 還是這樣好了 OK OK 我其實只是要選這個面啦 然後也往內一點 好 來對稱吧 對稱選這個 OK 接下來我們來調整我們的耳朵 這可以是大象的精髓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前頭也有一點像鼻子啦 就是 古代的那種船嘛 不是前面都會有裝飾性的擺一些雕像 或者是什麼的嗎 那我們都可以擺鼻子啊 鼻子應該也還蠻不錯的吧 可以講 一種好運的感覺 側面 這個面也要起來 這個面也要起來 怎麼覺得這邊還是有點太塌陷啊 這樣真的不太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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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覺得就這樣啦 好 欸 那 那我們 背面 這裡 這兩片喔 補起來好了 我們把我們的船身先給隱藏起來 補起來要怎麼補咧 直接用這個補嗎 我們來看看效果如何 先 保持好了 不然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 果然非常有問題啊 不管先讓OK 然後再來修好它 這個問題是出在前面 拜託修好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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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唷修好它了 拜託不要死掉 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 好 存檔存檔存檔 開心 打開來 這邊啊 有問題 這問題太大了 太大了 阿阿阿阿阿阿 有問題 唉唷 這個是另外 不是船身耶 所以 其實 它自己沒什麼問題嗎 好我們只要確定這一點就夠了 打開吧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 先到這邊囉 長出了象牙呢 我們下一集再看看還有哪裡可以繼續調整的 然後 盡速把這個 大象遊艇給做好 好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幫我按個喜歡 好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三米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